而说到了慈激志工昨天的发放 虽然下着雨但还是顺利完成 也因为下大雨的关系 让许许多多排队等候的民众身体都淋湿了 志工们是赶紧拿出茅台 让民众披着担心他们因为淋雨之后着凉 近一天莱特师范大学的发放现场下大雨 让没雨伞等待领物资的民众全身湿透了 看到这个情形志工赶紧拿出茅毯披在大家的身上 以免着氧感冒 而发放现场的爱撒一样让人感动 一天内两个地方总共六场的发放规模不小 但引起的共鸣更像是一波波的涟漪 在大家的心中回荡 志工弯腰鞠躬双手奉上祝福金 送上了不仅是上人的祝福 更是全球慈祭人的爱心 当地民众也是感同身受 发放现场师范大学的礼堂小小的 但是满满的人潮也让志工 汉领物资民众的心暖暖的 大学新闻真正美志工 吴碧珠 梁炳青 菲律宾独鲁湾报道